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GIMP这个选取的功能的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做一个综合性的讲解 选取非常重要,在GIMP里面选取其实是核心 Inscape像样图选取未必是核心,怎么去做出形状是核心,那这个东西选取是核心 所以关于选取的各种操作,很多概念一定要有 那首先我们来讲选取是这样子,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两个选取,你先不要问说这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不一定会等下会交 反正呢这是有两个选取 选取呢一旦你把它选出来之后 你如果不把它 全部选,把它取消,它会一直留着 你即使不断的变换图层 它就是作用在不同的图层而已,懂吗 那就是作用在不同的图层,它不会消失,这个首先你要有 那比方说 我们现在作用在这个图层,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是作用在这个图层 作用在这个图层,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什么 加上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加上一个颜色 确定 这里 移到这里来,好确定 你看这边是蓝色对不对 你如果把它拉进来 你没有看到 选取的图层,因为我现在是作用在这个地方嘛 我既然把它选取出来,我把颜色拉进来 它就会 只作用在选取区,为什么要用选取,因为它只作用在选取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概念 那第二个我们还能看,现在呢我把它移到,点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作用在这里 这里原本一张图 但我只作用这些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对部分 进行某一种 变化跟行驶作用,就像这样子 你看这张图 我其实只有中间某个地方有颜色变化而已 为什么,因为我把 这两个地方选起来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操作啦 这是怎么做出来呢,颜色 我们选什么,摄像及保护度,我们来处理摄像 那比方说我们选这一个 绿色的地方,我们把摄像改掉 没有绿色 那个 当我们摄像 当我们摄像改掉的时候 当我们摄像改掉的时候,它会整个产生那个 那个变化 就会产生变化,确定 诶,怎么没有变化 看一下 我现在 点它 点它 好 然后呢 颜色 我们改一个好不好,刚才这个我改过了 我来先试一下好不好 曝光 好,我把它黑色 变暗 没有看到 我把它黑色变暗 黑色变暗 我其实是要变暗 可是因为我是选取区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部分变暗 看到没有 刚才那个颜色你就不要理它 刚才我已经操作过了 所以可能它这个地方已经不接受了 不管,你可以看到反正 因为我选这两个 所以当 这是整个画面 我选这两个 所以我当用曝光的功能 我把它变暗的时候 只有这两个地方变暗 看到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要选取 选取出来的东西 只有在这个地方作用 你要把这个观念上掌握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的 概念 比方说呢 你可以常常看到 我们这一张图 我们选取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只作用在选取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会利用这个功能 做这个动作 好,比方说我们现在是用那个 画笔 找一个画笔 画笔跟它拉大一点 颜色是这个颜色 好 你看我在画的 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只作用在选取区 我虽然画这么大 但是选取区之外的就出不来 这样我就很容易 创造出一种什么 边缘性的 画法 看到没有 这就是所谓的 那个选取区的妙用 这样懂了吗 就只有它作用的时候才会处理 好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把 你图层可以不断的变化 比方说我现在变化在这边 没有 我现在是变化在这边 对不对 我现在变化在这边 我等一下作用 就会作用在这边 好 那 现在我们再来教一些有关 选取区的作用 我们首先要移动这个图层 这个选取 选取出来东西 我想移动啊 我想跟三边形成差别 怎么移动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是移动的功能 对不对 点他 移动这边有好几个选项 这个是移动图层 这个是移动选取范围 看到没有 点这个 我就可以移动选取范围 看到没有 我的选取范围移动了 我的选取范围移动了 我选取范围移动了 我现在作用在这一个 我们继续再来画 我们继续再来画 画这个 确定颜色是这个东西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笔刷 再仔细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里有了 因为现在上面这一层 遮住了把它关掉 没有看到 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现在作用在下面这一层 我一画出来就是作用在下面这一层 跟上面那一层无关 这样懂了吗 顺便我们也教你 选取 怎么样移动 你的选取要怎么移动 你选取做完之后 你想移动就按这里 这里有一个移动 有没有 移动移动有好几种移动方法 这个是选取移动它 那你就可以移动它 你就可以移动选取 这样懂了吗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关掉 好不好 只有 全部选才会把它关掉 不然选取都会一直留着 就是让你进行 各式各样的一个操作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一个新的图层 空白的图层 好不好 这是一个新的空白图层 我作用在这边 你不要被整个画面吓到 因为我下面这几个都打开 不然我们都先把它关掉好了 都先把它关掉 这是一个空白图层 这是一个空白图层 好 空白图层呢 再加个空白图层 好 突然好 这是一个空白图层OK 那我们现在要来开始画 选取啊 你看 你这边按下去 有矩形跟斗圆形 我们只用矩形来做 介绍 原理是一样 当你要画的时候注意 这里有好几个选项 这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 但是你如果要做出比较复杂的选取的 图案 当然你要有inscape向量图那种操作概念 但 你要懂 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操作 第一个你通常要按第一个 第一个所谓取代什么意思 我这里一个 跑出来了 我再画第二个 第一个就不见了 取代它 对不对 又是取代它 好 那我们现在移到下面去好不好 这样你比较容易看 有颜色 你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好我们取代它 你看再按一个 又取代它这个就不见了 第二个什么意思 仔细看一下 相加 加入 这里一个 我再按一个 又加起来了 我再按一个又加起来了 没有 有连续三个 那我再按一个又加起来了 没有 已经变这样子 就是我们说相加 如果你会画向量图那种概念 比方inscape 你会画向量图 这几个操作可以让你画出还不错的形状出来 那这个是什么 点下去是什么 删除 删除要减去 没有 inscape常常讲面积相减 剪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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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检视 什么 检视 然后呢 选取的 全部选 它才会消失 对不对 那比方说你可能不想的 画一个举行 你看 现在怎么画不动 我怎么画不动 对 因为你现在是相加 你现在是要删除吗 你没有东西当然没有办法删除 当然画不动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画通常要回到第1个取代 不然你这两个都是相加 相减或者交集 这还没有交交集 你要相加相减交集都要先有选取存在 你现在没有没有半个当然做不了 所以通常你不要慌 回到第1个 选取模式 出来了 这是一个矩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调整会抖圆形 因为已经有了吗 我们就可以选什么 删除 删除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一个圆形出来 如果你会画像量图的话 这时候 有没有 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就出来 有没有 一个 你在随便找其中这个功能点一下 没有那个框就不见了 一个类似这样子 拱形的形状就出来了 那就是利用面积的 加加减减 对不对 利用面积的加加减减 那还有一个还没有交 这个是什么 交集 交集交集也一样 我们把它交集起来 有交集的地方 有没有 有交集的地方才会 和目前选取序的交集 那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OK 目前选取序的交集 OK 等一下 好那就是出来了 我们交集是 交集 好啦 假设我这你懂 有时候交交交自己会乱掉啊 那现在不管啊 就是这几个功能啊 你自己有空再弄一下 那现在我们移动他讲过的怎么移动 按他 这个地方是移动 没有 选取范围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选取范围 没有 可以移动选取范围 有没有 移动选取范围 有没有 我们可以移动选取范围 就是这样子 那再过来 核心了 我要复制呢 你在GIMP里面常常我要复制图形 复制档案 复制这个复制那个 我只是单纯的要复制 选取区怎么办 这一定有点麻烦 概念也不难 各位 这里是选取区 对不对 这里是选取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选取 这里有一个选取 你不用管他在哪个图层 他根本不重要 选取是个独立的概念 他可以任何作用在哪个图层 都没关系 首先呢 我在这边有个选取出来了 好不容易 弄弄弄弄弄 这个这么漂亮的形状 我要怎么选 我要怎么把它复制呢 各位 在选取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 转为路径 有没有叫转为路径 有转为路径 点下去 你这个选取的形状 已经在路径这里 看一下路径这里 被保存起来 看到没有 你随时随地 可以把这个形状叫出来 那我们要怎么复制 来我教你怎么复制 首先呢 我们先移动它 移动涂层 不是移动 移动选取去把移动掉 你要把移动掉才行 为什么你把移动掉之后 各位我们刚才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在刚才我们是不是把它储存到路径了 储存在这个位置 这个形状 对不对 当你把它储存在路径的时候 他的这个形状就被电脑暂时的记一下来 路径就是这个概念 把那个形状 缝形式 形式暂时的记一下来 所以呢 我点路径这里 注意你的作用图层要选好 也不算 也不一定 就是它会跑出来就对了 好 我现在这个是什么 选取区域 对不对 这个是路径 这里按一下路径 这一块是我要 对不对 按右键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路径的东西 再转换成选取 只是这一次你要怎么用 我们说加入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刚才有没有讲加入对不对 加入 原本的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把它移动在这里了吗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移动到这里了 又加入 那就是两格了 对有点麻烦 但至少你可以 复制两个 选取的 东西出来 对不对 好 那 然后呢 我们就跟他移动一下 好不好移动选取 这一次呢我们 看 一起移动 移动是一起移动 因为选取 那这一次我们在 按这里 再按 再跟他 加入 有没有 加入就有了 那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教你的有加入 有遗嘱有交集 概念一样一模一样 那我们只想说透过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复制的话 你可以精准的复制 复制完之后 随时随意都可以复制出来 比方说 OK 选取 我全部选了 好像不见了 不 你随时随地 都可以在把他什么 你看到 路径转为选取区 又叫出来了 对不对 移动他 移动他 我的意思说 你如果要有好几个一起出来 好几个一起出来 就像刚才这样 有规律性的话 对不对 你看加入 是不是两个 对吗 他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好 那我们把它取消 全部选 就不见了 那再过来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 我们现在做一个 举行的路径 路径出来了 现在是我要把它变形 有没有办法变形 这里的功能有没有 这个就是统一变形的功能 你这个变形按下去的时候注意你这边 你是对于图层变形 还是对于选取范围变形 有没有变形也有 按下去 这个功能就出来了 希望这个你会 比方说放大缩小就按这个 放大缩小 然后呢左右倾斜 就按这个三角 这个交过的自己有空念一下 对不对 那这个是单独的上下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中间这个圆的呢 中间这个菱形的呢 就是可以让你移动他 有没有 中间这个菱形的可以让你移动他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菱形就是整个 整个 统一比例的变化大小 这个地方是移动 然后再过来呢 它其实可以旋转 怎么旋转很简单 怎么旋转 在这个区域的外面的任何一个地方按下去就可以旋转了 有没有 旋转是以这个为核心点在旋转 你也可以把这个旋转点移动到他 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地方按下去 脱溢脱溢就可以产生旋转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 变形 一个新的 选取的样态就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我刚才做出这两个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刚才那样子的 储存 干嘛 就对一个 选取区 做出很多 比较不同的变化 对不对 比方说 我们现在把它作用在这个图层 这是一个选取区对不对 我们把它作用在这个图层 好不好 作用在这个图层 就是看看你作用在哪一个图层 懂吗 然后呢 颜色 摄像 看到没有 我是不是摄像改变了 我摄像改变了 摄像改变 你们看到 只有在这个地方摄像产生改变 确定 这样也是一种 有趣的 这样也是一种有趣的画面 看看你是要去处理成什么样 这样懂了吗 你对于画面做了任何一个滤镜的作用 如果你加上 选取就只有在那个区域产生变化 你可以在看很多视频的时候很多人都用这个功能的概念 所以你要把它掌握住你才看得懂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